对白宫来说 苏莱曼的世界可能是一次成功的行动 在特朗普看来 有助于增加美国人的支持的时候 但是事态却发生了意外的变化 一夜之间 美国70多个城市发生了抗议活动 数百万人走上街头 要求美军撤退伊拉克 停止了向中东整排军队 面对这样严峻的安全形势 美国人民感到了恐慌 一些抗议者包围白宫呼吁口号是 没有正义就没有和平 美国必须从中东撤退 由此可见 美国在中东的行动 不仅没有受到国民欢迎 受到了谴责和反对 其原因是 美国过去卷入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 都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战争带来巨大损失 很多美军士兵倒在上场上 美军的残酷行动 引起了极端势力的仇恨 给美国国民带来恐怖袭击的危险 如果伊朗接下来采取扩大报复范围的报复措施 美军的形势会进一步恶化 美伊两国直接交涨将导致美国民众失望 战局对美国变得不利 特朗普的律制会更加痛苦 看看美国的历史发动战争的美国总统 有多么的能够善终 特朗普斩首伊朗的将军 想表现自己果敢荡荡 想提高在美国低迷的支持率 但很明显这一手是大处特措的 一句话叫做宁作和平权 不作乱世人 近来陷入了一个又一个战争泥潭的美国 到处点火把免征战 直达了个国库亏空 大连欠款到处树地 已经让美国人尝到了战争痛苦 现在还没有脱离阿富汗和伊拉克的美国 突然再次陷入与伊朗的战争之中 并且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战争泥潭 很多美国人害怕了 害怕战争了 特朗普勇敢地担任他这次斩首行动 为美国消灭了强敌 特朗普做了布什和奥巴马 想做却不敢做的事 结局是出力不讨好 因为带来的后果是美国承担不起的 他这次斩首行动 不仅得不到国会和美国人民的支持 相反美国发出了许多反对声音 伊朗也开始了复仇之战 美军在伊拉克多个军事基地遭到猛烈攻击 美国驻巴格达大使馆也受到了猛烈轰炸 现场烟雾滚滚 对美国的报复攻击不仅仅是伊拉克 在索马里军事基地的美军 也受到了分款的军事打击 大量武装部队冲进了美国军事基地 两架美军昂贵的情报飞机也被摧毁了 对于伊兰此次发动的导弹炮轰 美军基地的报复行为 特朗普没有着急的开始反击 而是在晚上发布警告 如果伊兰再次挑衅 美国将对伊兰的52个目标进行疯狂报复 特朗普特别强调 美军刚刚在更新装备上花费了2万亿美元 如果伊兰再次袭击美国基地和美国冷 美国毫不犹豫地向他们发射新型武器 特朗普的意识很清楚 不要再打了 再挨打的话我就不客气了 其目的是让伊兰当局考虑结果 保持冷静再冷静 如果说特朗普闷头干活 收起刀落 发起斩首行动是真刀实枪的盗阵 那么今天特朗普面对伊兰发起的报复 声势力竭地打起了嘴炮 已经暴露了其内心已经开始动摇了 昨天美国通过律师外交部给伊兰发了求和信件 但是伊兰对美国的来信做出了明确的回应 律师方面没有透露美国信的内容 但是伊兰军队接受了电视台的采访 美国来信的内容是想伊兰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 如果伊兰想报复美反 报复行动应该与美反行动相对称 而不是扩大规模 特朗普可能晚了 但在斩首伊兰大将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考虑后果呢 如今当伊兰举国陷入愤怒当中的时候 你开始呼吁人家冷静 你动手空袭斩首人家的时候 你怎么不冷静呢 关着脚的人不怕穿鞋 恨得怕愣得 愣得怕不要民的 美军虽然乃是凶凶 但在伊兰家门口 伊兰还真不怕美国航母和导弹 真的拿出了拼命的杀狼精神 反击这次美国的斩首行动 还真够美国喝一壶的 赛谁先眨眼的游戏中 特朗普能玩到最后吗 他敢玩到最后吗 如今看到事态严重 他又愣怂服卵不想玩了 但是把天捅了个大窟窿之后 留给特朗普回旋的余地已经不多了 但是美伊两国配合默契 美国避免了美军的伤亡 伊兰炸出了中东威瓦 一 伊兰的神门超出美国信量 两国实力在这犯着 伊兰敢打不想打 美国想打不敢打 伊兰这次大轰炸 专门不轰炸美军 说明伊兰不希望大规模战争的发生 用一场小战斗震慑一下老美就行了 美国想打伊兰已经下了几十年 仅仅过去一年之内 至少两次险些走向战争 除了这次苏兰曼尼世界 伊兰复仇轰炸美军基地外 还有伊兰击落美军无人机事件 也险些打得出手 美国实力打 老想打伊兰 总是找伊兰的麻烦 伊兰实力小 不想跟美国打 却准备美国逼得后发制冷 伊兰击毁美国无人机前 伊兰无人机夜船美国航幕 并把偷拍的视频公布互联网 都认为伊兰没有这样的实力 涉嫌视频造假 但伊兰公布的视频十分清晰 把美航母上的预警机和战斗机的编号 都一一标注 有这些细节 美国一看就知道真假 只可惜美军一直为对外揭秘 外界只知道事后 美国在航母上告偷反拍演习 击落无人机前 美国发出战争警告 航母舰队逼近了博士湾 美国总统本以为能够把伊兰吓到 结果无人机赶到伊兰 领海就给击落 老美赶紧拍屁股轴轮了 伊兰一次次给美国带来惊喜 美国是想打仗 但一看伊兰这么能打 就不想打了 不想打的伊兰 多次用小战斗阻止大战争 想打的老被打 结果被打的不想打了 反而不想打的 还打上了影 这就是事后有点后盘 二 伊兰已经下定决心 把美国赶出中东 大婚战后 美国和伊兰都说 不想走向战争 今后美国也不用挨打了 伊兰也不用害怕了 这一战双方都对结果满意 就打美国在中东的小弟 干脆把美伊战争 变成了第六次中东战争 现在利比亚叙利亚战火连天 已经有区域性的战争的风险 伊兰想看美国敢不敢这么做 还有俄罗斯会倾尽全力 成为伊兰方面的兵工厂 又运运不断的武器不计 而且一旦发生这个局面 中东石油无法出口 石油大国俄罗斯 会在石油出口上大壮一笔 中东局势无法估量 有多少人会站在伊兰一边 无法估量 美国的损失有多大 同样无法估量 除了极个别美国的小弟 大多中东国家会站在伊兰一边 比如说伊拉克被美国占领这么多年 超前往伊拉克失业派人中 有大规模的人群会加入战斗 美国占领十几年 没有让他们希望 是伊兰的一次大荒涨 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联手把美国赶出中东 伊拉克才能够重获之友 美国在中东经营了数十年 肯定不会这么轻易离开 特别是近二十年 美国把数月本搭进去 也仅仅是彻底占领伊拉克一个国家 而且占领伊拉克 并没有获得伊拉克的人心 仅仅和伊兰的一次对垒 就让所有的美国公民撤离伊拉克 连巴格达大使馆的美国外交官们都逃跑了 只剩下美军 这些美军没有伤亡 但被伊兰吓得不轻 没伤亡不是伊兰导弹打骗 主要是伊兰的战术 伊兰打的是心理战 就是告诉美国士兵 留在伊拉克会有什么结局 你们落不着 迟早一天会发生 美国声称美军没有伤亡 郑重伊兰的下坏 伊兰想带给美军的 是对他们内心的攻击 美国落不想等时 只能大干一场 这个结局是让其他国家着手几成 美国无法选择干战了 破一招点凉 不干战是等着凉 美国进来也有无路可选的时候 结局是必败 长转无法估凉 中美较量玩贸易 玩科技战 玩人工智能 美医较量 玩的都是枪爆弹药 谁先冷守 谁就出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